近年逐渐淡出荧光幕的歌手高慧君 在吸引期间 从照顾离癌的父亲 到帕金森氏症的母亲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拉紧抱 还好这段期间 有立即食品与正向心态 让生活逐渐重回正轨 试了又试 只是想起身 却必须依靠桌椅 才能勉强站起 画面里的正是歌手高慧君 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母亲 并莫缠身长达四年 光是行走 都有困难 我妈妈最严重的时候 她是左半边是完全没有力量 我从她的房间 我要带她去挤着 走到这里半小时 我扛不动她 我真的吓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帕金森是不治之症 治疗仅能减缓衰退速度 因此全球威力 独家取得台湾立腺体 科研团队的投入研究 开发立即食品 活化生理机能 如果过了七十岁到八十岁 你就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会得到派金森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 刚才讲这个技术呢 开发出一些对身体 有帮助的保健产品 或是保健食品 透过我们日常食用的方式 让我们立腺体不要这么老化 开始吃了之后呢 大概第三周左右吧 我就觉得妈妈的体能变好了 她的日常变得比较可以治理 因为有力量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觉得我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即使称不上剑步如飞 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可见作为人体发电机的立腺体 不仅在细胞中扮演重要角色 更是全新的抗劳保健概念 三连新闻网 新竹新北采访报道